我們剛剛提到是非黑白這件事 今天我們講的是上帝之助這本書 請到的主講人呢 是董運昌老師 其實我不是在講這本書 我只是想跟大家聊聊這個 我在這本書裡面看到這個 英格蘭在900年前 中世紀 對中世紀的一個狀況 好比說這本書的一開始 他就講到一個陰謀 那這個陰謀其實是歷史上真的發生過的故事 當時英國國王亨利一世 他快要駕崩的時候 駕崩的時候 然後有一艘船 是他的所有的 包括王廚 還有一些公爵 各種的伯爵 宮廷的重要人士 他們成了一艘船 叫做white ship 白船 渡海 有聽過這件事情 從法國 開到英國 那這個船是當時最先進的航海設備 都在這個船上 結果這個船沉了 所有的人都遇難 包括王廚 可是亨利一世不是這樣過世的啊 這個是亨利一世的王廚 就是王位繼承人 當然亨利一世本人不是在這個船上 那這個船沉了以後 那這個小說家很妙 他就把這個弄成一個是一個陰謀 所以有人在船上找了一個洞 讓這個船沉 就是要害死這個王廚 對 別的人想要來搶 別的對 別人要繼位 這其實蠻有可能發生的 要不然那麼先進的船 對 然後這個船上有一個人 是一個法國的隱憂詩人 他講的是法文 什麼叫隱憂詩人 這是當時的一個行業 就像現在的歌手一樣 他會講很多史詩 拉丁文的故事 然後他就靠這個在外面接頭 也是娛樂大眾的一種工作 他拿了一個彈播的樂器 曼陀琳之類的 然後一面講故事 然後大家就丟錢給他 那這個人 這個隱憂詩人呢 他本來在這個白船上 是要娛樂這些王公貴族 嗯 那這個船沉了以後 所有的船 只有一個人活了下來 就是他 這個人叫Jack 這是真事嗎 這是小說 哦 所以沉船到沉船為止是真的 對 然後可是現在開始就是這面 他抱住了一個船的尾桿 然後在英格蘭飄上岸 結果飄上岸以後 他覺得這件事很嚴重 他就跑到附近的城堡 去通報這件事 那一通報他就被抓起來 哦 因為 因為是整個是一個陰謀 對 因為沒想到這個陰謀裡面 居然還有人活了下來 嗯 所以這個人可能會變成 證人 證人 對 於是他就被捲到一個陰謀裡面 嗯 他被 他不但被抓起來 他還被栽贓 以偷盜的罪名被栽贓 結果被處死 所以這整個本書 整個整部故事是從這個先開始 沒錯 那 當時的這個 呃 這個死刑的刑罰是 腳刑 嗯 那你就會看到這個作者很有意思 就是他會把腳刑整個過程 那種非常非常栩栩如生的字 把它描述出來 嗯 好比說是 啊 怎麼樣套索套到這個犯人的頭上 然後這個馬車一往 一往前跑的時候 這個犯人的腳就落了空 然後掉下來 欸 這就是每一個作者他的那個文筆 對 那這個真的是那種電影看不到的 對 有時候覺得真的 啊 有意思 就看書有趣 就是在這些小地方 對 好比說這個犯人會掙扎 那掙扎只會讓你的套索套得更緊 只會提前讓你的臉發急 呵呵呵呵 Ryu Ryu這種描述很有意思 那 當時要處決犯人 當時要處決犯人 呃 要有 在場必須要有三個見證人 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才三個啊 對 對 好像不太刻意 可以宣判他的死刑 嗯 就是一個當然就是 我剛剛說的伯爵 嗯 哦 還是這些有權力的人 對 然後主教也要在場 是每一個犯人要處決都要這樣 重要的犯人 他們不是很忙 呃 重要的犯人 呃 都需要 這有三個證人 嗯 然後呃 還有郡主 嗯 就是 就是這要收稅的這些 對 對 他們必須主持這個 這個死刑的儀式 嗯 然後 呃 這個 呃 主教這一類的 或是這個 呃 修飾這一類的 是為了幫他祈禱 就是希望他 就是主赦免他的罪 嗯 然後把 把他處死 然後他還有描述到一些刑場 好比說這個小朋友 會是在旁邊鬧啊 或是對這個 即將這個 呃 受死的犯人 會會吐口水啊 丟石頭啊 嗯 然後犯人死掉以後 小朋友還會 還會去學他死掉的時候 樣子伸舌頭啊 然後也小朋友 呃 就是很很細虐 嗯 然後還有就是說 這個小朋友會虐待貓 就是丟石頭怎麼樣丟那個貓 然後讓那個貓 逼到牆角 然後貓的那個 那個 那個畫面 就 我在考慮我要不要看這本書 他會把九百年前的那種 人類的那種 嗯 對 事實上是這樣 野蠻度 他們那時候好像 呃把一些人處死以後還 像那個糖葫蘆一樣 把那個頭插起來這樣子 插在橋上讓大家 那你知道的 那你知道的還比我更多更血腥嗎 那就是前幾天聽陳文謙 哦 意想世界的時候 他在裡面講 也是講差不多時期 英國 嗯哼 好恐怖 然後呃 我剛剛講到這位 引游士人就是因為 嗯 他 他其實不知道這個 白傳沉默的這個內幕 嗯 他只是一個引游士人 是一個 是一個 他甚至連英國話都不會講 嗯 但是他被設入了這個陰謀 他被處死 但是他在處死 他教了 處死之前呢 在在英格蘭的這段時間 他交了一個英國的女朋友 然後他也讓他懷孕了 處死之前還可以這樣 呃不是 他他在被 他是 怎麼說呢 他是在那個地方 呃 應該講說 被被關以前 嗯 他有認識 他剛好 姬元橋認識了一個英國的女孩子 嗯 後來這個女孩子 懷了他的小孩 也叫做Jack 嗯 那這個小孩是一個 非常非常天才 非常非常 怪的一個人 你也會彈吉他 嗯 不會 呵呵 他後來就是成為這個 偉大的王橋大教堂的建造者 哦 就是你說的那個主教嗎 對 不是主教 是 呃 有一個陰險的主教 他叫沃爾倫 對 那他的一個對手 是代表正義的這一方 他叫菲利普 副院長 我剛剛都一直想不起來 因為 裡面人物已經很複雜了 對 他其實 你怎麼都記得那麼清楚 呃 其實這個小說 我們把複雜的人物 呃 介紹給 呃 聽眾朋友其實是有一點會 讓大家一頭霧水 嗯 那主要就是說 我在這裡面 看到的就是 最神奇的就是 我把我自己置身在其中 我彷彿好像也是一個中世紀的英格蘭人 好比說 很多的東西讓我不可思議的就是 呃 你知道那時候人 一年洗一次澡嗎 女生大概一年洗兩次澡 一個是復活節 一個是耶誕節 嗯 然後男生的話 是不洗澡 男生只有在結婚的那一天才洗澡 就像人家說 一輩子只洗三次 對 那你能想像那種狀況 嗯 我相信你不能 我是啦 我想像起來會覺得 呃 但是可能我在想 他們的 他們這種洗澡 不包括那個跳到河裡面去 去游泳啊 那種那種那種東西 可能也算是洗澡 就正是 他們有所謂洗澡這件事情是 非常少的 嗯 那還有 好比說 他們當時的生活狀態就是 呃 他們有一個東西叫斗篷 嗯 斗篷平常是劈在身上浴寒 然後擋雨用的 那到了晚上呢 他們可能就是地上鋪了甘草 嗯 就把斗篷 鋪在甘草上 當成床單用 對 當成床單用 就睡覺 那假設要做一些男女之事的時候呢 斗篷就把它反過來是蓋住 蓋 這也是小說裡面寫的 對對對 就蓋住 然後你就看到 那個草地跟斗篷 甘草就會有聲音這樣 然後其他的 呃就是 呃怎麼講呢 小孩也不以為意 就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事 對 就是很正常 那有的時候 呃村民就是會 會在一個市集裡面 那比較窮的人 他可能連住的地方都沒有 他可能只有一個野棚子 是他的家 所以就會變成說 你會發現這些 大家很 很在乎的這種所謂 呃廉恥的問題啊 嗯 或是一些 嗯 比較是這個 我們會避諱的事情 可是在當時都 都用一個斗篷就解決 那就是沒有隱私權的一個事件 對 因為沒有辦法有隱私權 對 用斗篷去解決 嗯 那還有就是在小說裡面 他有描述到就是 呃 這個農作物 嗯 還有 呃好比說牛跟羊 跟他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的部分 嗯 好比說他們身上 會有很多皮革的製品 嗯 因為英格蘭那邊 很多的牛跟羊 所以羊主要是羊毛 割下來的羊毛 變成他們經濟裡面 很大的一個利潤 嗯 然後皮的話 因為身上會有皮件 騎士會有盔甲 然後皮鞋 皮靴 然後 呃 這個等於說 平常他們的這個 呃 吃跟穿 其實很多都是牛羊的製品 嗯 非常非常多 所以牛跟羊這種東西 在他們生活裡面 甚至他們的戰爭 嗯 然後他們對於上帝的 跟上帝有關的事情 都會跟這些 呃 生口或密不可分的關係 你確定這是小說嗎 我怎麼覺得好像你在念一個史料 記載文獻 呃 事實上這個作者就是 弗雷特先生他在寫這個小說的時候 他其實看了很多中世紀的文獻 甚至大教堂的建築史 他都看 嗯 所以他當時 他很年輕的時候就有寫這本小說的構想 可是他一直到十幾年後他才把它寫完 是因為他覺得他的實力 有構想小說的能力 可是他卻沒有辦法完成 他是因為他的知識還不夠 嗯 因為這麼多像你那些 剛剛那些資訊 如果都是從這本書 這部小說裡面來的話 對 那他要不把這些東西描述的很枯燥 其實有需要很大的技巧 沒有錯 就把它融合在故事裡面 然後讓你知道 沒有錯 那 很厲害 我覺得除了這些生活上以外 就中世紀這些生活上的 這些所事以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在 他在這個教會 當時的這個教 教會的勢力 跟宮廷政治 兩邊的勢力在 做這個 嗯 怎麼講 互相競爭 或是互相在 這個 鬥智的過程裡面 他 對於人性的描述 是非常有趣的 好比說 呃 我舉個例子來說 那 這一群教士 本來是屬於 嗯 就是亨利國王 應該這麼說 應該屬於這個 呃 史蒂芬國王 這一邊的 史蒂芬國王 應該這樣講 我已經搞不清楚 對對對 因為我沒有講清楚 嗯 呵呵呵 很難把 很難把這部書用講的弄 亨利一世駕崩之後呢 嗯 有兩個王位繼承人 對 一個是朱迪女王 對女王 一個是史蒂芬國王 哦 這兩位是親戚 那這兩邊擁有各自的地盤 也有各自效忠他們的騎士 嗯 跟教會的勢力 可是這些人呢 常常就倒戈相向 就是一下是效忠朱迪女王 一下這邊敗了 然後我們又跑去 呃 史蒂芬國王 對對對 然後又跑去這個 史蒂芬國王這邊 就是兩邊換來換去 可是他們都不會被殺 因為大家都需要冰原 哦 對好啊 那你現在來效忠我 好那很好 那你就當我的乖兒子 這樣 反而是最大的例子 對然後 如果你替我打勝了這一場 那我就會把哪一塊地給你 然後 兩邊就這樣 一群人大打鬧鬧的 這樣 這樣幾十年 嗯 那 嗯 就可以看到裡面很多的盤算 好比說 呃 呃 這個伯爵 他擁有 這些冰嘛 那假如我現在效忠這個 朱迪女王 我可以得到什麼 嗯 那假設 看苗頭不對 我又跑去效忠實力跟國王的時候 欸我又可以得到什麼 嗯 那 連教會的人也都這麼想 呃 哪一邊對我們教會比較有 有幫助 嗯 那我就會用一個方法 我就會用一個條件交換 好比說 呃 你要即位 嗯 那 我就會 站在這個 呃 這個 基督教這個整個教會的高度 嗯 認證你這個 我給你認證你的王位 嗯 然後你就可以順利的即位 那你即位以後你再封給我好處 好一些 嗯 對 對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人 在這個宗教在跟這個政治之間 產生了一些很有趣的一些交換的條件 嗯 那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說 他把一些歷史上真實發生的事情 把它穿插在裡面 你就覺得好像真有那麼一回事 嗯 好比說在當時有一個主教 嗯 叫做湯瑪士 湯瑪士主教 嗯 他是被這個 政治上的 這個 怎麼講 利益 所以這是真的有這件事 對 他被 他被謀殺了 嗯 他被殺害 那他是一個mater 他是一個殉道者 嗯 一個烈士 然後他被殺的時候呢 呃 在場目睹的 嗯 老百姓 就會 圍在他屍體旁邊 把他的血 用手這樣子 撈起來 裝在他的小瓶子裡面 然後他 呃不是 因為那個 他們認為殉道者的血 流下來 哦 有有有 對 會有那個 剩血 對 會有奇蹟發生 他們要把那個留下來 然後他沾滿了血的兜棚 大家會把他 剪成他自己要的那一塊 會把他收起來 哇那不是搶 搶翻天 呃 我們站在現在的角度來講 看起來好像是在搶 但其實他們是用一種 很尊敬的方式 呃就是 試圖在這個 他們一個叫 聖徒 身上 留下一點東西 帶回去 嗯 那 嗯 我覺得這一點 我覺得這種聖徒的時機在 呃 基督教的歷史裡面 呃 非常非常常見 然後這聖徒的遺體 嗯 它可能就代表這一整個大教堂的 精神降臨 那他們也就會覺得說 嗯 去 膜拜這個遺體 或是對 像這個遺體 呃 祷告都會有 神奇的 神奇發生 這跟我們的 文化的差很多 嗯 類似 又入土為安 入土為安 他們不是他們就是放在那個 教堂的地下室 對對對 一個棺木 然後一句一句的這樣 對 而且 而且 撫摸到棺木的話 會 嗯 更有祈福的效果 真的 對 嗯 哈哈哈哈 改天有空的話 再去 摸一下嗎 去去找一些那個 羅馬 羅馬滿多教 教堂下面 會有那個 一些 聖徒的 聖人的事體 嗯 我們待會就再繼續聊聊